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带大家去新山 看在这里生活的一户人家 这里全部是原始森林 离外面十多里 只有一条山路 我们现在就在去山里的路上 这里好像有野猪 这野猪刚到这里过去了 这好像是什么跑的 野鸡 这些是竹林 看这里山上好多红豆山 你看 这里又有一颗红豆山 马上要到了 前面看到黄子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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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 到了 要种菜啊 哦 你看 自己好旅 我说这是我去邵西江 是风景最优美的地方 好冷 对 我说是一个小时的 这里也有人住啊 这里现在没有 哦 现在这里就你一个在这里住吧 我也在这里住 这里里面都是土窑吧 这是放种子的吧 放种子的 这里风景特别好 在这里住惯了都不想出去 哦 那天都没有种啊 没有种啊 随便放你了 这个沙漠没有 这里应该有水 可以种水稻的 可以种水稻 这都是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一块 我们来看 下边的沙漠 会有点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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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就如世外桃源 如果是你,你愿意在这里生活吗 好了,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